哈喽大家好,我是鲍哥 现在我已经到了越南 这里今天过来看一下 主要今天说换的越南凳 有可能今天的比例要高一点 鲍哥先看看 换一点 也不多换 就换个一千块人民币 可能要换到三十五万多的越南凳 现在鲍哥刚刚从海关这里过来 这里是越南的老街 好多的中国人在这里来来往往的 这里还有好多的自驾车到哪里 这些摩托车拉客的 鲍哥换钱要找熟人 也不能在旁边都是戴着帽子的 这些越南的斗笠这种帽子 他们都是换钱的 带个马路边也好多 今天鲍哥也不能把人家占 在中国换钱的话 一般的都是没有越南换的高 一般的过来的话 还是到越南换 这些戴帽子坐在马路边上 都是换钱的 这里去问一下 一般的拍视频你去问他 他又不理你 认识的呢 人家都习惯了 还可以 他怕你是做不震荡的行业 我们都是现场记录自己 希望换个好价钱 鲍哥准备乘车去越南的农村 有可能一个信息 吃在那里 住在那里 一般的在农村呢 都要备案一下 也是可以 住在越南的房子里面 一定要备案 不备案的话 这些帽子说说找到你的话 就要发 就要发款了 也是不合算 这里还是坐着换的 这里还是一个俗人 你好 跟我换一点 哎呦 这也好了 这个阿姨他这里换钱 还是比较可以的 先换一千块 能换多少 宝哥跑进去 哎呀 他在这里还挺的 还认识我啊 哈哈 还有一点凝钱 越南镇还是有的 宝哥 今天再换一点 今天天很热啊 外面都是太阳烘烘的 这里都是认识的 他比较换来高一点 一般在越南的百年 或者这些他越南的首都去换的话 一般都换到三十四比例 都要是选择 一般 两般 三般 一百 两百 三百 还有一个五十万 三百五十万 三百五十五万四 现在这里换的是越南镇 一千块人民币 也是换了三十五万四 还是比较合算的 都是认识的 好 再见咯 这里钱换好了 换了还蛮合算的 瓜哥心理包里面还有两千万越南镇 现在主要是拍一个视频 让大家粉丝知道 在越南换钱 还是找熟人换 大家不会上当 还是换的比较高 这个好乐 开大一点 对吧 瓜哥准备在这里住一夜 明天再看一下 可以到越南的农村去看一下 这里的长途车 前面也有个长途汽车站 也是可以买车到河立 到越南的百宁 还有百江 那里都有 如果到曼康的话 就在这个天桥下面 也可以买车 在这里买车还是比较方便 坐摩托车也可以 然后在越南呢 有一种还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香烟 越南镇 它这里最好的香烟 这有4万左右 相当于人民币 这有3万块钱左右 还是比较划算的 等一下高哥也买一点越南烟 去到农村去看一看 走一走 今天也没有什么了 在这里拍的 你在这里吃叶子的 你在这里吃叶子的 啊 怎么 哦 现在这个叶子 它这里是1万3块钱一个 如果这个冰的是1万3 它这个越南的叶子也好多 现在这里也是很浪漫 白天太阳晃晃的 没办法走 现在是太阳下山了 鲍哥在这里才出来灌一下 一一般的都在房子里面吹空调 太热 现在再弄一个风扇 不新的话 多这头汗 啊 在这老街一般走的话 也要注意安全 这里马路上的车啊 还是比较多的 啊 在这里呢 就是讲 靠着中国 啊 冰镜这里一段 啊 相比比较 车还少一点 如果是到河里的话 啊 胡志明的话 这个车太多了 也太厉害了 越南它汽车也不生产 它的生产的汽车 各品牌也蛮贵 它大多数都是进口的 都是在我们中国 也有好多的车子在越南 还有他们也喜欢别的国家 啊 车子比较多 啊 车子比较贵 啊 他们因为不生产嘛 啊 都靠进口的话 一个税车很厉害 好了 今天包哥 就与大家聊到这里了 然后到农村去拍更好的视频 与大家一起分享 关注包哥 有惊喜带给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